各位肢体大家下午好 只有他来教会了 各位肢体大家下午好 线上的肢体们大家也下午好 我不建议你叫我弟兄啊 所以不用那么急着改口 如果我不喜欢呢 I don't mind you call me brother 所以你要叫我肢体 叫我弟兄都OK 好 刚才我们谢谢Evin肢体为我们读了罗马书第十章 那罗马书第十章呢 同一样的是保罗 透过书信来回应 以色列人在这个争议 就关于义和行律法 就是靠信心还是靠行为 继续的来做出这些回应 当然还有很多的一些背景 一些故事 一些事件所发生的事情 来做出了第十章的这个回应 那第十章跟第十一章是有关联的 感觉上就好像第十章是一个问题的 放把问题写出来 然后第十一章用答案来回复 那我们进入这个context之前呢 先来说一些今天我们要一起来看的一些重点 那我们就是很自然 那我也很习惯每当一进入第十二月的正道的时候 或者是第十二月的信息分享的时候 我都会讲这句话就说 我们常我相信这边的人也会开始讲 啊这一年好像很快又要过去了 我已经进入第十二月了 那进入第十二月的时候呢 我们在教会呢 有一个在GSKL教会 有一个很 也不能说是传统 但就是一个习惯 我们教会在十二月的时候 很多时候我们会开始出现这种反思 就是reflection 就是你会开始去回顾啊 这一年我们所做的事情 呃去开始经历 回想去我们过去一年 所经历的这些点点滴滴 都开始会思考 呃不单只是过去 那还有未来我们会做什么 那个电话声刚才 其实想到现在是什么事情啊 呃可能去看一看好 那可以看 那我们再次提醒我们主日的时候 把电话silent啊 嗯 好那我们一起来看这个反思的这个 的时候呢 那今天的这个正道呢 就会很多的思考 很多的问题 所以也邀请大家在今天这个信息 分享的时候 很多时候最主要最快的呢 是要先跟自己连接 跟自己连接了 那今天的信息对你来说 就会充满很多的思考 所以你自己今天就会很有得着 或者是会有很多 你会有很多新的发现 那我们先一起来做一个祷告 主耶稣基督我们满心感谢你 我们谢谢你在过去的一段时间 一直到今天我们依然的有生命气息 在这里活着 我们来敬拜你 我们来出席今日的主日崇拜 主要我们祷告说 当我们的心跟自己连接的时候 主我们祷告说 你也让我们能够与你连接 主我们祷告说 在这个连接上我们能够经历 我们能够看见 我们能够听见 甚至我们可以经历 主你赐给我们的恩典 我们祷告说 求你让我们的耳朵 我们的眼睛都打开 能够遇见 能够听见 祝福以下的时间 祷告吃风 祷告我主耶稣名求 Amen 读经 去看读经 回到第一节 好 在罗马书第十章呢 其实保罗主要呢 还是要回应 以色列人在争议上说 到底这个救恩 属不属于 希腊人或者是外邦人 你看到他会用那个字 Gentele 我们会 英文会有很多不同的翻译 但是主要他们在争议说 这个信仰是不是只是属于 以色列人自己 而不属于外邦人 另外呢 就是 保罗也回应去讲说 以色列人还是一项 很着重在于这个行律法 而忘记了 就问真正的意思 因为保罗曾经也是和 以色列人一样 很遵守律法 之后是反基督的 保罗曾经是一个反基督的人 那后来因为一次的看见 我们知道那个incident 他瞎眼 遇见了神之后呢 他就变成是 非常非常相信基督 不只是个人相信 他还要有一个很大的使命 想要让以色列人也跟他一样 与其说跟他一样 不如也说 他想要告诉以色列人说 律法的终点是谁 律法的终点是基督 也就是你们一直在反对的耶稣 就说 你们在follow the law but law was the ultimate 最后律法的尽头是谁呢 就是耶稣啊 可是你们选择不相信耶稣 而在一直在跟这个律法 那所以从这个保罗的这个罗马书 第十章一到四节呢 都在说 弟兄们 我心里所愿的 向神所求的 是要以色列得救 这是保罗的初衷 他没有要贬低以色列人 其实对他来说 保罗是很疼惜 以色列人的 就好 因为是自己人嘛 就好像 我们在教会里面 我们看见自己的肢体们 有遇到软弱 遇到挑战 跌倒 我们其实是心疼 我们会希望说 还是会希望说 有一天他能够站起来 这个跟保罗当时候的心情 我觉得他可能甚至比我们 还要强达更好多倍 为什么呢 因为要看见的是 整个以色列国 整个以色列人 大多数主要的 还是在反对耶稣基督 对耶稣基督的降生 一直到他死 甚至他们说他升天 以色列人还是选择 不相信 唯有律法 才能够使我们 去到神那里 这是以色列人 所坚持的事情 那在这里呢 保罗一直依然很希望 以色列人能够转化 能够相信 接纳基督 也就是为什么 从使徒行传 一直到现在进入 这个罗马书 经历那么多的 逼迫 这么多的患难 保罗还是要 继续做这件事情 有一点 保罗我觉得他 很公义的一件事情 为什么呢 第一句 第一节在表达说 保罗对 以色列人的爱 第二 其实是在讲说 我看到他那个非常 非常清晰的 一个mindset 他没有因为说 以色列人反对基督 而恨以色列人 他其实在肯定 以色列人说 你们行律法的那个热心 我是看见的 我是看到你们的热心的 你们看到 这边有说 他们像神有热心 但是 他们不是 但是呢 他们不是 不应该是按着真知识 因为不知道神的义 想要立自己的义 就不服神的义了 刚才我有讲说 律法的终结 就是基督 但使凡信他的都得着意 这整句要怎么样解释呢 因为 他们不明白 或者是说 他们不能够接受 说律法的尽头 是基督 他们只相信 旧约所有的那些律法 只有相信律法 才能够到神 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 就是按照自己 所知道的去做 对基督所教导的 基督就是耶稣 在世上的时候 一概不听 一概不接纳 那这怎么办呢 就是不服 对保罗来说 这就是敌对 against go against Jesus Christ 这里其实有一些 我们回到现实生活中 我们现代了 刚才是讲过去的历史 那现在你回到 现在说 我们来讨论这两件事情 你怎样看待 相信跟知道 今天的第一个思考点 你怎样看待 相信和知道 如果你在这两个字中间 放一个VS Believe versus knowing 你是怎样看待 这两件事情的呢 每个人都会有 不同的想法 不同的解释 在信仰里面呢 当我们充满未知的时候 我们是怎样处理 我们是怎样处理自己的 不知道的 在人看圣经 要读整本圣经 66本书 我们的圣经 就是 我知道很多不同的圣经 有不同的 version 我是讲这圣经里面 当你读到不明白的时候 或者是在信仰的道路 你听Anthony 讲 nonsense 听不懂他在讲什么 听Pastor Gary 讲三个礼拜 你听不懂他在讲什么 听Pastor Joe讲 你也不知道他在讲什么 听Simon讲 那个什么王 King Cyrus 你不知道他在讲什么 但在这些不知道的时候 你是怎样处理 你的不知道的 我是说 在信仰的道路上 这里每一个人 不同的信仰 或者是 不同的经历 在信仰上 你们有不同的经历 你是怎样处理 自己的不知道的呢 我们在 几年前 2017年上 301的时候 我们就有谈到这个问题 相信跟知道的分别在哪里 我给一句话 那时候我们就讲一句话说 我讲的 你应该是会讲说 我知道 言是贤的 而不会说 我相信 言是贤的 明白我的意思吗 我们会讲 我知道 言是贤的 但我不会讲 我相信 那个言是贤的 为什么呢 来 新朋友 吓死他 没有啦 他很大胆的 我知道 为什么 你会 你会讲说 我相信言是贤的吗 不会哦 你会说 我知道言是贤的 为什么 对啦 因为你试过 你放入你的嘴巴 你试过了 拍手 要拍手 今天有新朋友 叫 他是 Jolin 蔡依林 没有 他是 Jazz带来的新朋友 叫依林 欢迎你来 欢迎来到我们教会 我们再次给他一个鼓励的掌声 那回到相信了 为什么我们会有相信这个字呢 那如果知道是因为你亲身经历过 或者是说你吃了真的放入嘴巴里面吃了那个言 哇 喊多啊 那为什么会有相信呢 这有一句话哦 来跟大家讲一下 就是相信呢 就是对未曾亲眼看见或听见 但愿意带着好奇与学习的心态去慢慢经历 这是我去解释相信 在信仰的道路来讲说 我们很多时候会遇到不知道 或者是很未知 going into the unknown 进入这些uncertainty的时候 在我们学习 在经历基督的时候呢 很多时候真的是很需要你 选择要不要慢慢来相信 或者是慢慢去经历 都经历了一些事情以后呢 你就会讲我知道 我们都是这样的嘛 从你baby出生你还没有吃过盐的时候 那你知道盐是咸的 你妈妈觉得啊 他可以吃粥啦 放点咸给他 放点盐 放点酱青 那酱油 咸的 他知道是咸的 在信仰的道路其实也是这样 很多时候取决于相信和知道的分别 那回到以色列人怎样看待说 在你不知道的情况下 可是你又要做我 我又要行律法 这样你会怎么样去看待 你的处境呢 是不是自己来定一个方式 诶 that would be all 就是我靠着我自己所知道的 我去set一个范围 那这个foundary 就conclude了整个信仰 很多时候 我们很容易跌入这个陷阱 就是在 靠着我们自己所 曾经经历的 我们所知道的 来conclude整个信仰 conclude的中文就是 总结 来概括整个信仰 Oh I know You guys are just like this 谢谢你 其实在信仰里面 很容易出现这样子的陷阱 就是对自己 知道的 就已经下了一个summary 下了一个总结 这是很危险的 特别是 在 GSKL里面 我们所教导的神学 我们从来 不会这么容易下一个定论 因为下定论是很危险的 你就会很容易 judgment的 我们一起看下去 第五节 好 所以在这里呢 摩西要再一次 其实这整段是从 保罗是重提 几乎是copy and paste 从第五节一直下去 是从生命记 第三十章拿出来的 摩西写的 你们以色列人 这样喜欢看旧约 这样喜欢跟摩西的律法 好咯 我就用摩西的律法 来回应你 就保罗这样子来用 直接其实你们去看为生命记 几乎是 copy and paste放下来的 说 这边讲什么 摩西写着说 人若行那出于律法的义 就必因此活着 OK 这样子讲 没有错 唯有出于信心的义 如此说 你不要心里说 谁要伸到天上去 或者是说 谁要下到阴间去呢 他到底怎么说呢 他说 这道离你不远 正在你口里 在你心里 好 我们先停在这边 这里保罗要强调的是什么呢 说福音的救恩 不因人而异 不会因为你是华人 你是马来人 你是印度人 还是你是以色列人 希腊外邦人 所以有不一样 这里是要提醒 以色列人 Hello 在就业来讲 的确是真的 因为是被拣选的 子民 一个promise的一个子民 但是摩西在那时候 其实如果你看回就业 其实创出利明圣 前面圣经就业 前面投五本书 其实摩西从来没有 我自己敢讲 可能我会错的 我觉得没有讲过说 只有以色列人能够得救 这样华人是什么 去拜拜 没有啊 你去看回啊 所以他下面才会讲说 福音不是因人而异 而是只要口里承认 心里相信 就必得着神的救恩 我们继续看下去第九节 你若口里承认耶稣为主 心里信神 叫他从死里复活 就必得救 因为人心里相信的 就可以称义 口里承认的 就可以得救 什么叫心里相信 就可以称义呢 称义这里呢 是指什么 有半年 这个自我解释 半年前解释过 我不知道你还记得吗 称义是什么 什么是义 恩典 恩典是什么呢 恩典就是一份礼物 也就是说 当一个人愿意打从心里相信基督的时候呢 这份礼物 他已经接受了 圣诞节要来了 请你们准备礼物 为什么呢 恩典为什么说是一个礼物呢 今天有一个人说他想信主 你觉得 耶稣要interview他吗 Iroin 你今天多高 多重 几岁 做了什么 disqualified you are not shortlisted 没有吗 是不是 没有的 我们也 我们非常的明白 说 我们在信主来讲说 口里承认 口里承认是什么 口里承认另外一个解释就是 宣告 口里承认是 I am believing in God I have faith that he is my savior in my life 这个是宣告 口里承认 你刚才唱 静脉歌很大声 有几位 那些歌词 对你来说是什么 对不起 我必须要讲的一点是说 口里承认 心里相信 对我们 已经跟随主耶稣 基督的人来说 他可以是一个反省 他可以是一个reminder 他可以是一个 再次重软 你起初相信的爱 重软 为什么刚才Jason唱到很high啊 几乎如果可以在台上跳下来了 然后你们要接着他 真的 真的很passionate 刚才唱的 非常的passionate 为什么呢 因为这间 那个歌词 对他来说 我就是这个意思 through him I can do everything 哇 你真的相信吗 through him through God I can do anything 这个是一个很大的 信心的考验 他这样唱 他一定经历过什么 就好像刚才 伊林讲的 我知道 颜是闲的 因为他经历过 through him I can do anything 这就是我们在信仰上 我当初 我当初为什么信主 或者是27年以来 我经历过什么 你可以甚至去慢慢回想 神曾经怎样在你的生命当中 行出了多少的神迹 你曾经在台前或者是在家里 你在某个地方 向神祷告过 神也回应了你的祷告 让这些奇迹发生的时候 你怎么样带着感恩 怎么样多激动的去回应他 这对你来说很重要的 特别是如果今天的你 开始出现问题 就是迷茫 自己的信仰的时候 你开始question 自己的信仰的方向的时候 以前你所经历的 是很重要的 因为人很容易忘记 很容易忘记 特别是好的东西 不好的 睡觉都可以一字不漏地背出来 没有啦 开玩笑 我们一样的啦 我也是 这前面整天讲我的 我很记仇的人 OK 我们的心是怎么想的呢 每当我们在宣告 口里承认 心里相信的时候 我们的心是怎样想的呢 这是今天很好 我们去讲的 去看的一个问题 来进入下一个思考点 就讲说 在这里呢 我们常讲说 就是 那些小说 谁要升到天上去 谁要下到阴间去 当然这个不是我们的神学方向 但今天既然 经节这样写 我们就来讨论一下 救恩是谁说了算 恩典是谁说了算 一个人今天 今天所要经历的恩典跟救恩 是谁说了算 问得再仔细一点 配不配的 我们很多时候在生活上 会被别人 被别人 批评说 配不配 值不值得 他 凭什么 凭什么 或者是他 你值得了 你值得我晒那么多时间 我们生活上 很容易会出现 被别人 被别人 从头 scan到脚 从脚 scan到头 那回到救恩 跟恩典 谁说了算 神说了算 他再擦 再烂得好 那是你对他的评价 在神的眼里 不是 他只要心里承认 心里相信 口里承认 你还不跪下来感恩 有一个生命 愿意跟随主耶稣基的时候 我们是带着感恩的心 去回应的 所以 今天救恩 不像以色列人 这么样的 确定说 It's only belong to us It doesn't belong to Gentile 不是 今天恩典跟救恩 神说了算 因为 它是一份礼物 神决定要送给谁 不是我们去说 诶 No Simon 不可以送给他 你看他的死人款 怎么要送给他 没有嘛 对不对 我们都知道 只要有一个人 他愿意 我们是谁呢 我们怎么样去 衡量别人呢 第15节 从15节开始呢 保罗就继续的回应了 我们来看一下 那个时候呢 就出现一个争论 讲说 是不是以色列人 都没有机会 听到你讲 关于基督的福音呢 所以他们到现在 还是那么的忙上 觉得说 我还是跟律法 不相信基督呢 所以这边他开始回应了 到底是他们没有听过 还是怎么样的一回事呢 若没有奉差遣 只能传到呢 如经上所记 报福音 传喜信的人 他们的脚 中何等加美 只是人没有听从福音 因为以赛亚说 主啊 我们所传的 有谁信呢 一直往下 到第21节的时候呢 其实这整段呢 也可以说是 几乎copy and paste from 以赛亚书第65章 旧约来的 你去翻回 关于福音 有没有传遍呢 其实传遍了 我们追求神的时候 就是我们在看回 这段时间的时候呢 其实以色列人 已经听过了 保罗也已经讲过了 无数遍了 不是他们没有听见 而是选择不相信 选择抗拒 我们在信主 我assume这里 我知道有一些不是 但我们在经历基督的时候呢 或者是你在经历 你生命的时候 有没有试过是 其实你听过 但是你选择相信自己的 跟随自己的心意 我不是说你的心意 完全是错的 而是回到 这个时候的时代 关于以色列人 很执着于律法的时候 其实耶稣有说过吗 有 保罗说了多少遍 无数遍 但是还是 不相信 拒绝 接纳基督的时候 我们在信仰里面的方向 是不是着斗 中文就是偏离了 偏离了你信主的方向 你在追求神的时候 你是想看你的方向 就好像我们是一艘船 在海上行走的时候呢 那个叫什么 陀啊 是叫陀吗 陀 那个是读舵 你的舵是怎样摆的 你怎样知道你的舵摆 对不对 45度 90度 还是180度转 你是怎么样去量 怎么样知道 望过去一万五季的海 你不知道 如果没有指南针 你是怎样知道 你的方向是对的呢 特别像我们 跟随基督 或者是来JSKL 有一段时间了 回到刚才一开始 我所说的一年即将过去 当我们在回顾 我们所相信的神 我们所追随的基督的时候 我们是怎样知道 We are on the right track 我们怎样知道 我们方向还是对的呢 我们怎样知道 做自己是做对了呢 我们怎样知道 爱自己是爱对了呢 在我自己的信仰生命里面呢 我很多时候 跟我平时在生活 有点不太一样 我不喜欢set rules 但是我喜欢set principle 我不喜欢set rules 我喜欢set principle 因为principle 可以帮助我们去思考 不会把话说死 这样的话 你的人就会有独立思考的能力 在信仰上也是一样 在生活上也是一样 如果一个人没有独立思考的能力 基本上你的信仰已经完蛋了 你的生命已经完蛋了 我说的extreme一点 如果一个人没有独立思考 你的生命不精彩的了 我用一个逆向思考的方式来回应 这是我的得着 所以我跟大家分享 我们大家一起来看 怎么样知道自己是在正确的right track呢 在信仰上 可以去到第21节 第一我们可以想 用逆向的方式 知道你不在 要怎样知道你不在right track 就是怎样知道你不在对的方向 第一 你会不会出现这个想法 我已经完全了解基督的信仰了 我们 我自己 就是我自己是不是 我自己是不是已经完全了解基督的信仰了 如果你曾经有这样子想过 或者曾经这样认为过 基本上 你 are at the wrong track OK 第二 我已经完全可以掌控自己的信仰生活 这个是我我自己的得着 我不觉得我可以完全掌控自己的信仰生活 或者是我的生命 不是我完全可以完全掌控的 因为是会 like of full of uncertainty 我已经可以为自己做任何决定 我已经可以为我自己个人 做任何决定 这个很争议性的 我们不是要为自己负责任吗 为什么现在你Anthony跟我讲说 如果我是已经可以为自己做任何决定 好像是在不是很对的track 我这里要表达的是 你生命的主是谁 你生命的主是谁 在你生命里面 所发生的每一件事情 基督的参与性有多少 所以回到这个问题 我已经可以为自己个人做任何决定 这个是 今天我们在信主的道路里面来想 你在走基督的道路来讲 你真的要问自己这个问题 你是不是任何时候都在自己做决定 如果是的话 我还是可能不是很好听 但是我还是要说 耶稣在你的心里 在哪里 基督在你的生命里 到底在哪里 一个位置 这个是很值得我们去问的 OK 第四个 我自己舒服就可以了 在信仰的track里面来讲 伊林一直指着他的好朋友 就是你 很好啊 你来对了 我自己舒服就可以了 基督在世上那三十几年 他很舒服吗 我不觉得 是很辛苦啊 信主呢 不是说你完全不舒服 但也不觉得 也不见得每一分每一秒都很舒服 信仰的道路是不会很舒服的 很多时候 今天都是同道中人 可以讲得比较坦白一点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世界 不是耶稣所说的这样在运转 所以你会不舒服 因为这个世界没有在跟基督的方向在转 这个世界没有像天国这么美丽 所以你很不舒服 因为同时间 很多人在跟你讲说 你要跟着世界那边走 可是你在这里 JS要跟你讲说 Follow Jesus Christ 两边都拉扯 你要五马分尸了 所以你很不舒服 所以在 回到我们这里 信仰的道路来讲 我们来思考的时候 当你觉得说 最重要是自己舒服 基本上这个principle 歪了 因为信仰 GSKL GSKL 我们信仰里面 在成长的道路来讲 是会不舒服的 在成长的道路来讲 信仰成长的道路 属灵生命成长的道路上 是会不舒服的 OK 最后 世界很乱 没事 我只要抓住神的手 等他来救我 如果你有这样子的想法 世界很乱 没事 我要抓住神的手 只要抓住神的手 等他来救我 为什么这样子说呢 为什么我觉得这样子 不是好像 不是很对 当然今天是我自己的得着 我来跟你们讲 你们是可以去思考的 你可以讲 Anthony talk nonsense It's fine 就像是你生命 你怎么样去看 世界很乱 没事 我只要抓住神的手 等他来救我 我会说 这个跟 right trade 有一点偏离 第一 是因为 你不是等神来救你的 生命遇到问题的时候 不是坐着等神来救你的 而是 同行 神给你的约定是 祂与你同行 我们还是要主动 还是要站起来 靠着神赐给你的力量 还是透过教会肢体的力量 你还是要同行 为什么呢 因为你要为自己负责 坐着等天上掉下来的恩典呢 这个不是为自己负责 因为如果他没有掉下来呢 你就会变成一个苦独的人嘛 这个是我们要去想的一样东西 好 思考点很多 今天最后你要去的哪一个呢 为什么今天的主题我写 This I believe 这我相信 我相信主耶稣基督 不是因为我单纯的看破红尘 对属世的事情 不理 而是带着神赐予给我的盼望 在生命里 依然用心 用爱 去活着 这是信主耶稣基督 信主耶稣基督 sorry啊 你千万不要像mainstream的人 等着上天堂 是很好笑的 such a joke 我觉得 sorry such a joke 等死 等上天堂 天神怎么你还活着 你去跳楼啦 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 如果你真的是这样子想 信主耶稣基督 不是这样的 不是你对这个世界失望 然后等你死上天堂 不是 而是你带着耶稣基督曾经让你经历过的爱 你去活着 之后你把这个盼望 告诉你身边的人 所以Jazz 你有责任让伊林知道 你的盼望在哪里 你今天有使命啊 打不打 我下个礼拜为你试问 同样的 Isaac Louis在后面 真的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有mission 为什么我们会有宣教 为什么保罗在宣教 他甚至觉得自己欠了以色列人 其实他欠嘛 但是他有这样的一个负担 他有这样子的一个使命 他要说 死都要说 那今天我们不用死了 没那么严重 他坐在你隔壁而已嘛 他坐在你后面而已嘛 两三会过有话可以讲啊 好不好 当我们在今年结束之前 重新的来回顾自己的信仰的时候 你信仰的动力 跟原本的根基 到底在哪里 你能够找到这个 你往前走的力量就更大了 我们一起来祷告 今天的主耶稣基督我们满心感谢你 我们谢谢你让我们今天能够亲身经历到 主你在我们生命当中所经历的 让我们所经历的爱 我们所听见的 曾经听见的 曾经看见的 我们谢谢主你让我们 在过去的一段时间里 我们曾经甚至我们终于遇见了你 主要我们祷告说 在我们的生命里 我们继续由主你与我们同在 陪伴着我们与我们同行 为着我们 今年即将结束前 我们能够 与主你重新的来连结 为着即将来临的新的一年 主啊我们 再次与主你一起的来同行 让我们带着希望 带着爱 一起迈入2022年的时候 主啊我们祷告说 有你同行 真棒 谢谢主耶稣基督 看过我们这里每一个人 有健康 有平安 有喜乐 我们生命里所需要的 主啊靠着主你的恩典 来祝福我们 使我们成为一个 能够打从心里说 我有 我有 的一个人 谢谢主耶稣基督 祷告送号 主耶稣名求 Amen 谢谢大家